提升小朋友外语能力 太平国小从106学年度开始进行双语教育 鼓励学生勇敢开口说英语 以规划将英语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学校呢特别从上学期开始筹划全英语演出迪士尼音乐剧 通过这歌唱演戏等方式 让小朋友习惯说英语 这一天是正式向大家来展现成果 通过镜头来看看小朋友们精彩的演出 其身高唱迪士尼音乐剧的歌曲 虽然有些紧张和僵硬 但这可是他们练习一学期的精彩成果 学英语也能够很有趣 下方特别规划全英语迪士尼音乐剧 用歌唱戏剧表演等方式去爱上英语 我们老师们就在音乐课的时候 教孩子唱了很多迪士尼动画的主题音乐 然后再来他们用美术课的时候做了很多的这种创作 包括文宣品 然后利用中午活动去写剧本 然后导演这份剧 然后我们在这个学期的时候 利用下课时间已经办了一个叫做快散表演 就是他们今天要唱的戏剧 已经在下课时间 在全校的各个角落做快散表演了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练习 就是其实做起来也是蛮困难 可是对我们来说是不会的 你觉得困难的吗? 就是唱歌的地方就是有一些音很重要 所以你要怎么去课病院? 就多去练习 回家面对镜子去练习 从一开始完全都不会 然后到慢慢的练习 然后到现在就是已经很 很熟能生巧 打扮成公主和狮子等动物 流利的用英语演出戏剧内容 不只要融会贯通台词 从练唱编舞到服装制作 造型设计等等 都有六年级毕业班的学生 自己动手做从英文课音乐课开始 融入各种迪士尼的音乐歌曲 希望透过主题式的教学 将英语融到歌舞剧当中 过程中其实他们是很辛苦的 因为他们都是没有经验的演员 所以他们必须要 他们会害羞 这是要被我们要求的 那慢慢我们就叫他大声 抬头挺胸 大声演出来动作再大一点 那渐渐的他们就赶在台上这样子演出 然后也慢慢的觉得在台上演出是一个很快乐 很enjoyable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小朋友的收益真的是很大 在音乐剧学到了英文 就是老师用英文来用那个音乐剧 让就是会学到一些英文的新单词 那你会觉得很难 不会 老师教我们以后就觉得 其实英文也没有很难 希望表示从106学年度开始进行双语教育 希望能够让学生自然的爱上英语 特别从上学期开始练习 在下课时间甚至还快闪演出 就是希望能够加强他们的英语能力 也借此培养他们的胆量 接下来 台中才有报道